接下来关心又传出了幼童疑似受虐的事件 这是在高雄凤山的这间私立的托婴中心 有家长就检举说涉嫌有虐待收拖幼童的状况 所以社会局也介入了调阅这一周内的监视影像 就发现两名的托育人员对着七名的幼童有捏脸或是拍打的行为 这些都已经违反了儿少福利法 所以现在就勒令这家托婴中心停办三个月 那么两名的托育员是各罚12万 今天我们的记者是重回了这家托婴中心 也有家长透露说小朋友回到家的时候 脸跟脖子都有伤口 怀疑就是受虐造成 也让他们担心的不敢再把孩子送去 一早家长带着小孩来托育 对于托婴中心爆发的虐待行为 抱着孩子的妈妈说已经决定不送托了 我们有找到新的学校 其实送托过程 怀疑孩子回家时脸上跟身上的伤也是被虐待的 凤山这家私立托婴中心被家长检举虐待收拖幼童 高雄市社会局货报随即展开调查 社会局表示从监视器画面中确认两名托婴人员对亲民幼童有捏脸拍打等行为 违反儿少福利法各财罚12万元 也勒令托婴中心从11月1日起停办三个月 并且终止托婴中心的准公共化合约契约 如果再违规将储3万到30万元罚还 不过对家长来说 对孩子造成的伤害 不只身上还有心理的阴影 恐怕需要长时间才能复原 华市新闻邱君平 邱显雄 高雄报道